印度总理莫迪河中,沐浴为三亿印度人祈祷央视网消息。 当地时间2019年2月24日,印度阿拉哈巴德,印度总理莫迪在桑格姆河中沐浴,庆祝印度教节日大湖节。 他在推特上发布自己在河中祈祷的视频,受到网友关注。 莫迪在推特上写道,有幸在大湖圣地沐浴近身,为13亿印度人的福祉祈祷。 视觉中国当地时间2019年2月24日,印度阿拉哈巴德,印度总理莫迪在桑格姆河中沐浴,庆祝印度教节日大湖节。 他在推特上发布自己在河中祈祷的视频,受到网友关注。 莫迪在推特上写道,有幸在大湖圣地沐浴近身,为13亿印度人的福祉祈祷。 视觉中国当地时间2019年2月24日,印度阿拉哈巴德,印度总理莫迪在桑格姆河中沐浴,庆祝印度教节日大湖节。 他在推特上发布自己在河中祈祷的视频,受到网友关注。 莫迪在推特上写道,有幸在大湖圣地沐浴近身,为13亿印度人的福祉祈祷。 视觉中国当地时间2019年2月24日,印度阿拉哈巴德,印度总理莫迪在桑格姆河中沐浴,庆祝印度教节日大湖节。 他在推特上发布自己在河中祈祷的视频,受到网友关注。 莫迪在推特上写道,有幸在大湖圣地沐浴近身,为13亿印度人的福祉祈祷。 视觉中国 在推特上写道,有幸在大湖圣地沐浴近身,为13亿印度人的福祉祷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